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理的节目博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些关于世界大事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留言,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看所有广告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榜业, 本人感谢郭伟俠 大家知道英国大选是今天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 很多在英国的香港人也有份投票, 也是积极参与这场选举的 其实也很感谢英国给这机会, 这么多香港人能够在英国安居 拿着B&O,拿着B&O visa, 继续在一个地方安居, 落业通事, 也立刻有投票权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英国海外公民护照 基本上可以给大家认同是英国国民 当然是通过5加1之后, 有这个永久的居留权 以及成为了真正的英国护照的持有人 我想这件事的话, 大家有这样的公民权利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好把握 虽然是香港人这个族群, 在英国属于一个小数 但是基本上英国的民主国家,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大后方, 我经常说是一个民主的大后方 建设好英国, 效忠英国, 保英, 抗充援港 这个是真正需要做到的事 大家知道选举结果是令人, 大家都知道是合乎大家的预期 而且比想象中, 工党获得的议席更加多 全国下议院改选650席, 基本上工党是拿到412席 在我现在这个时间, 应该是已经公布了649席的名单 还有1席是未公布的, 但无论如何大致上已经抵定了 工党是斩获了412席, 比上次多了215席 就是换言之呢, 比上次的情况多了一倍以上 上次是说2019年的选举, 换言之是五年前的选举 多了215席, 那这个工党落到412席 保守党是第二大党, 但它直斥大幅下降 跌了251席, 剩下121席 是大跌了近七成的议席 是创下了它创党以来, 1834年 Toris, 即是Conservative Party Toris是其内有字的, 一直已经有了 Toris and Wicks 保守党在1834年创党以来, 最大的败绩就是这一次 只有121席, 那第二大党 那第三大党呢, 是斩获了71席的自由民主党 我认为这个是中间派政党 那因为它都是, 喜欢一些所谓的 就是, 气候变迁啊, 环保政策, 这些很左派的东西 那同时候也是呢, 觉得应该要有自由民主的阵容等等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是, 比较是小政府的论述 所以自由民主党呢, LD呢, 就拿到71席 那比上次增加了60席, 上次只是11席 你看看, 几大的斩获了 那另外就是SNP了, 第四大党呢, 就拿到9席的苏格兰民族党 那苏格兰民族党拿9席呢, 是比上次锐减36席 今天跌幅80%, 相当大 那原先苏格兰民族党想着能够赢得的话呢, 可以逐步推动苏格兰的再次的独立公投 但似乎呢, 今次的选举结果, 证明到苏格兰的选民呢, 很多都是票投其他的政党 包括工党在内, 甚至是部分一些选区呢, 都是票投保守党 但竟然不投苏格兰民族党, 那这件事是令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 那当然啦, 9席是对于苏格兰民族党的一个教训 第五, 明的呢, 就是Reform UK, REF 那Reform UK呢, 是一个呢, 被很多媒体视为极右派的政党, 英国民族党 那我想, 就是说, 这一样东西的话, 很多人就说, 哎, 好民粹啊 部分支持者呢, 近日对这个, Rishi Sunak, 就是这个新伟城, 有种族歧视的攻击 那很多人就拿来做文章, 尤其是新华社, 中国日报, 统统, 拿这些地方来做文章 其实我就觉得, 第一, 这些是部分支持者, 他还是, 那些政党的部分支持者 并不是这个Reform UK的政党 那当然啦, 中国日报, 和新华社的系统呢, 又整个死亡之吻 我问了, 给这个Nigel Farage, 就是这个呢 REF连续选了八次的了, 今次终于得罪了, 选了八次 你很快的努力时间, 费用都不少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等于中共在操控这个Reform UK呢 我就暂时, 我不如自平先, 我没有证据, 不会胡说 但这个Nigel Farage, 发拉格呢, 他就说呢 这个Rishi Sunak, 不懂得我们的文化等等的东西 那当然这些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好的话, 不要紧 他起码这个人当选, 那下到四席 那基本上他以前是零, 现在是四 那你说是不是这个右翼政党呢, 我只是觉得不是的 就是右翼不代表这个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极左派的看法 所有认为呢, 在上帝创造的天地下面 人权, 人权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呢 是不平等的, 有俗语之分的呢 基本上呢, 都不是右派, 都不是基督信仰 OK, 一段很长期的时间, 我知道 在宗教改革前呢, 不是这样看 但在宗教改革后, 甚至在二战的很多运动之后 基本上我们认识的基督宗教呢, 已经有完全的改观 那这个很多谢很多的reformation 就是马丁路德, 以及以后很多的人所做的努力 包括马丁路德金所做的努力 马丁路德金并不是一个离弃上帝的人 马丁路德更加不用说了, 他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大旗手 路德会的创始人 但是你看到这一点, 整件事呢 英国改革党是背离了这种东西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正宗的右派, 我也很有问题 很多人用极右来处理问题, 世界上古毛极右的 右就是说, 基本上是温和, 以及要是温和漸进的改革 你背弃了温和而漸进的改革 或者用一种歧视的手法来对待别人的话 基本上不是右的思想 标榜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 不是右的思想 这种东西不是极右, 这种叫极左 左就是man made rules dominate, God made rules 收皮, 这叫极左 左可以用什么做光令呢? 可以用阶级做斗争, 可以用种族做斗争 可以用性别做斗争, 可以用环保做斗争 这种叫左, 不是右 希特拉, 纳粹党的全名叫做 国家社会主义党 再说一次 国家社会主义党 是左派, 不是右派 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不断攻击我 我说我是希特拉, 支持川普就是希特拉 我不是希特拉, 是纳粹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 这样骂我 简直不知所谓 所以我先说到这里 这个Reform UK, 我有待观察 因为它新兴, 刚刚拿到 议席的政党, 未来的表现都有待观察 但初步来说, 我不是那么认同这个政党 跟着你有Green, 有四席 即是六党, 比上次的一席多了三席 还有其他政党, 譬如威尔斯党, 新分党 一直以来新分党就是SF 就是有移植, 但不会宣誓效忠的 即是我是会选 我选到了, 我不会宣誓效忠英皇 我只是说你不宣誓不准我奏职 我就卡住个位置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新分党 他不会被人说DQ的 所以我想那些林郑月娥, 梁振英, 李家超, 邓炳强 读一下英国历史 什么叫民主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刚刚说的这个Reform UK 英国改革党也是反移民很重要的 大概是这样的形势 所以看到这次是一个很total shift 而这个Labor Party拿到412席 是远远高于需要过半的325席 差不多走了 即是412席 如果走了70个人 都基本上照顾我的议案 OK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会导致另一个极端 就是会不会缺乏制衡的问题 整个夏议院 你就知道通常是一张墙桌在中间 两边大概相等数两个人在坐 那这次呢 完全側在一边 甚至没有工党的人呢 有一部分要坐在另一边 因为这样的看法呢 我想Labor Party的声势相当大 就算你做Opposition Party 当然也会有这个影子内阁的 英国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内阁制国家 他哪个是在国会上多数党的党魁 就成为了这个首相 那这件事的话 那另外的反对党呢 不会将掃地出门的 他们会组成影子内阁的 也有backbench的问题 有影子内阁 之后有呢 这一届当员的 去到后面 即是不会真是在影子内阁 或者真正的内阁画事的人 那当一旦选举一结束 是立即 是立即 影子内阁 就会化为真正的内阁 真正的内阁 立即总辞 无缝陷接 这个就是英国 为何有稳定 在光明革命之后呢 为何有稳定的宪定制度的原因 英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 但却有非常好的宪政传统 这个宪政传统是在于呢 大家是在一个制度里面呢 不会有一种所谓的纳骨在里面 你输了就要让 赢了就上 人人有机会 民主制度就是怎么样 吸引到大家的支持 而这一点是英国自大宪章以来 整个商界 整个商人阶级 如何向皇帝 或者皇帝 教会等增促的一个关系 而一般的民间 即是所谓的工农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真正成为了 能够享受民主的一个主体 然后成为民主的主体 整件事是一个漸进的改变 不是一个呢 急风骤雨 有如法国大革命般的革命的 英国的光明革命呢 是一种呢 很多件事累积起来呢 贵族的一种 应该说是一些商业阶级 商人的一种胜利 仲商主义的胜利 之后有很多的反水的 有很多的所谓的反水的情况 但是光明革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你看回英国的历史 我不想和大家又在那里 抛书抛讲英国历史 大家看书都很清楚的 那你看大家 我相信看我节目的人 一般来说 那个知识含量都比较高的 那希望大家都明白 英国真是一个很值得 守护国家 没有英国 它这个禁授海洋文明 就是它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也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 海洋文明的国家 之前可能是荷兰 再之前可能是 某一些在欧洲的国家 但是英国肯定是重要的 那无论它军事实力 它的民主的实力 是相当强的 那为什么我认为英国是相当好呢 那很幸运的 就是香港被 香港接受的殖民的宗主国 当年是英国 那英国呢 那英国呢 可以比美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 英国是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导致到它有一个很稳定 而是全城的宪政传统 所以就到今天呢 都依然如是 而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已经呢 是看到呢 当选的 工党的党魁 就是叫做呢 台湾的施凯仪 香港人叫做施凯仁 Kia Starmer 就正式入主 唐宁佳10号首相谷 而成为了呢 十四年呢 保释党执政之后 工党重新奪得政权之后的 第一位 首相 那这一件事呢 当然是民主的选举结果 你说我 对于工党有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没有 就是譬如说 我都在 黎根和阿杰斯的节目都讲到的 工党的外相 这个David Lammy David Lammy 他一个呢 非裔 非洲裔的黑人 是非洲裔的这个英国人 那他也都是成为了 立即成为了首相 是外相 那这个外相之前呢 他也觉得 要和中国既要接受他的挑战 也都要和他合作 既要竞争 也都要合作 就是好像拜登那一套 基本上他就说 不可以和中国脱欧团练的 那这一种做法 对于外交的情况 是否一个好的做法呢 或者说 对于黎智英案 有没有根本的解决呢 会不会英国工党 做得比保守党更多呢 那很多东西 在今时今日 这一刻 事在人为 看看之后 我们怎样去努力 你问我 局外人 我会觉得呢 我不会寄予厚望 ok 因为你看看工党 历内对于中国的态度 以及工党里面的人 和中国的联系 以及工党 David Lammy 对于中国的态度呢 我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哇 一定要突破 但是我知道 很多我们英国同道 继续在争取这件事 黎智英的公子黎崇英 继续在争取 英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施压 呼吁尽快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这点我们是衷心支持的 记住 事在认为 虽然前途为奸 但是我们依然要做下去的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导 领导工党在7月4日 国会大选 压倒性胜利的党魁 这个施己仁 今天就就任首相了 他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 发表就职演说 物政府只能以行动 来挽回大家的信心 他觉得大家不可以再做表演 OK 即是历任的14年 我数一下英国的保守党的首相 给大家听 Cameron David Cameron 卡梅伦 接着就到了文翠山 Teresa May 是不是 接着呢 一个非常出名的Boris Johnson 头发乱了大龙 那个 Bo Joe 这个是相当坚持的一件事 他都推动脱欧公投 很多人是要质疑 是否脱欧 脱离欧洲 Brexit 是一件坏事 甚至无谓比较 2021年1月1日之后 GDP的增幅不及欧洲 其实不及欧洲 英国是14.2% 但欧洲同期是16% 但不要忘记欧洲 其实欧洲是在加上德国 如果你扣了德国之后 其实是低的 脱欧 英国是否有好处呢 其实我这件事要尊重英国人的抉择 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不是去埋怨脱欧 这个只是一个非常peripheral的issue 真正的问题是 英国的通胀在相当长的时期 虽然4月是有所谓跌回来 但英国的4月 跌回的通胀跌少少 但一直以来高的房价 高的基础建设的包括电价 电费 大家问回住在英国的香港人都很清楚 是令到很多工身阶层百上加根的 移民的问题 也是另一个大问题 移民难民 就是两个I Immigration and Inflation 两件事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久以来 Rishisuna承诺要改革的事 有没有改革呢 不知道 所以历任的Cameron 和中国黄金的十年 Teresa May想改 但是也不是改到足 当时Trump已经在了 Boris Johnson成为了走上 是Trump的时期 我记得 和Trump相当友善 之后Boris Johnson做到差不多了 因为他什么派对门 其实是老屈他 即不是老屈他 用小事来在党里面搞斗争 最后搞了List Trust List Trust是强硬对付中国的 但是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英国手上 只做了50天 就因为某一些政策失利 被党友整下台 没有办法做保守党的党魁 然后就轮到这个Rishisuna 是第一个亚裔 其实印度裔的英国人 其实他效忠英国 不是印度裔 我从来对他没有任何我怀疑 在这方面 他效忠英国 只不过说他对中国 孔子学义的态度令我痴之以鼻 选前承诺要关闭 但之后没有关闭到 这件事都相当难堪 而很多对于中国的地方 只有一把口说 而不是真的落到实处 你看对Jimmy Live 你就知道他有一件很基本的事 他都没有真的好地做到 见都未必见 见都是见见的 今天就算数 这件事是令人很多失望的地方 好了这五个 完成了十四年的执政 保守党终于结束了历史的任务 未来我都很希望 一个右派政党能够当头 但你问我 今次如果爱英国人 我面对这样 你主张一个经济改革 右派的政党 都做不到你要deliver的东西 给我的票 都未必投给保守党的 但可行 可行 幸运 有很多支持香港的一些 保守党的议员 是能够继续留任的 即是赢到他们的选区 比如Ian Duncan Smith 这个是相当出名的一个人 比如董恒达 Tom Tuchendach 都能够当选 相反 List Trust 就完全是欠六百多票落选的 是相当可惜的 所以挺港的议员 有少部分落选 大部分是留任 这件事对于香港的政策 始终是好的 未来怎样有 organic的一些change 未来就要看了 说回Kia Starmer 他入住唐宁街 政府只能以行动 而不是延迟 不是他的一些 lip service 去挽回民众的信任 这个行动就是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 现在要做的不是表演 而是public service 就是唯有电力 水 到一般的政府的部门 和一般的民众之间的沟通 是否能够 deliver到一个 应该要有的服务给大家 而这件事就是这么多年来 英国一直存在的问题 这个施己言强调 政治可以是良善的力量 我们将会证明这一点 他重新 他将永远将国家摆第一 政党摆第二 这个就是他中度的政策 那我会在 和杰斯做的桑海神州 去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如何和如何由中间 由左转向中间 不再走 Jeremie Coburn那条左路线 走向中间 走向中间之后 吸引到 工党里面的右翼都去支持他 说到最后 就是一种跨党派的支持 很重要的 将国家摆第一 政党摆第二 而英国国会下议院改选650席 大家看到工党枣木412席 保守党只剩下121席 为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画下距点 而这个施己燃Kia Stammer 就在这个 按惯例前往英国的 Buckinham Palace 白金汉宫 晉建国王查理斯三世 The King King Charles III 随后 就在唐宁街 发表就职演说 他是英国 自从2022年以来 第四位首相 施己燃 首先感谢卸任的首相 这个 这个台湾叫苏南克 Ritchie Suna 香港叫新伟成 对国家的奉献和勤奋工作 并提到 身为英国史上第一位 亚裔的首相 那么 新伟成 为达到这个成就 所需要加倍付出的努力 不应被任何人低估 这番话可以被解释为 回应 偏右的民粹政党 这个所谓偏右 我都算是偏极右 我都记得 我都不喜欢这个词 就是所谓声称为右派的 但事实上 可能是左派的 英国改革党 以前是英国独立党开始的 当然这件事 随着脱欧已经完成了 所谓的独立 已经完成了 它阶段性的任务 这个英国 即是说成的 United Kingdom 独立 独立离开哪个地方 离开欧洲 已经完成了 这个Reform UK 基本上对于Richie Sunak 有很多攻击 英国的民众都很雪亮 你对它用种族歧视的方式来攻击 当然人家不会投票给你的 这种所谓的 这种歧视的政策 我们不会说 你说说你Asian 你说武汉肺炎制歧视 这些是左交 OK 但如果你认为 你只是说 他因为有一个 亚裔的人士 我们要排斥他 我们有 一些nobleness 我们不需要nobility 不需要侵他们玩的话 他说不好意思 这件事是错的 那我们原错都很重要 我想这一点 希望大家都明白 以及这个党的党魁 英国改革党的党魁 Nigel Varage 说新卫城不懂我们的文化 这些说法完全是方默 你可以这样说 但我们批评的事 一定要对事 而不是这样对人 去做人身攻击 施己言说 英国已经果断选择了change 改变 并选择让政治回归服务公众 public service 他提到当人们的牺牲 以及他们从政治人物得到的服务落差那么大 让国民非常累的 非常失望的 对更美好未来的期望 也都逐渐幻灭 OK 他说这样的群体创伤 以及随之以来的缺乏信任感 只能靠action 行动 而不是言语去疗愈 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 他提到执政者必须首先意识到public service是一项特权 是政府必须以同等尊重对待国内每一个人为基础的 施己言说 无论你是不是投票给工党也好 我都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的政府会服务你 他提到这件事实上尤其适用于未投工党的选物 保守党过去14年的执政令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 以及相对剝奪感加深 施己言今天说 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民众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全不稳定 但政治人物长期对这样的现象视而不见 只要摄影机没在拍摄 就可以无视民众生活实况 他强调这次不会就这样算了 这次再不会是这样 不过施己言提到 儘管相关工作立刻启动 那边的国家不是按下开关那么简单 需要时间 特别是当世界以往更变坏无常 他说 他将一尊一牙 稳健 有耐心重建国家 建设令不分阶层的民众 都能享受到人生机会的基础设施 让更多人相信 下一代将生活在更美好的英国 而他的太太Victoria Starmer 维多利亚 也在今天陪同 Kia Starmer 发表演说 两人的座车一接近门 引发提载 唐宁佳列队等候的选战伙伴 这些支持者 首持组成英国的英格兰 威尔斯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其次 象征全国各地对于Kia Starmer的支持 拼呼应他的国家复兴 国家的复兴 以及团结一致面对不安全世界的号召 Kia Starmer在极左派前任的党魁 Jeremie Coburn 郑柏尔斌 在这个工党 将工党在英国的支持度 大往低点后 在2020年接任党魁 并铁碗改造工党 支力排除党内的极端势力 终于在这次大选 赢得他形容为历史性的胜利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种中度的观念 这种能够团结一致的观念 我认同 不过尽管唐宁街的气氛热烈 多名专家指出 工党这一次的胜利 缺乏了厚实的基础 有英国文教大师之称的政治学者 John Curtis分析说 工党全国得票率 估计只是大约34% 有全国英国的单议席单票制 他赢了超过 现在数一数数目 差不多接近七成的议席 这件事是是非尋常 当年2019年11月的时候 民主派的选票是五成多些 但他拿到85%以上的议席 是因为单议席单票制 分区选举 你以为List Trust 这个是输少少 在选择六百多席就没有了 选择就没有了 当然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全国工党的得票率 估计只是34% 三分之一 但他拿到差不多六成的议席 为什么呢 单议席单票制 这是历来赢得执政权的英国国会 多数党最低的得票率 他们翻开了保守党 其实保守党赢到的 保守党的情况大概是二十多%的 但他因为赤秋 一个选区只有一个人赢 所以他输了 输得差不多摸光珠 但是他的民意基础没有好散到的 不是保守党现在在历史上消失的 Tories Conservative Party 不是因为这样消失的 不会的 所以他仍在 等待下一次再战斗 今次输了 我们卖过大的教训 这个就是选举的真题 这个就是民主的真题 我们要尊重选民的结果 选择的结果 得票率显示公党只是领先 保守党大概十个百分点 但是保守党输的议席 不只是十个百分点 那么简单 这一次大选 投票率也是偏低的 大概只是六成 施己言 还要面对小党崛起的挑战 这一次保守党和公党两大党得票率 都低于六成 那么你看到这个情况 是对于公党的执政 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隐忧 那么我们看回 就是 我说Nigel Farage那些情况 我会觉得会密切地关注他 再说一次 我不认为他是极右派 也都甚至不认同他是什么右派 这件事是很荒谬的一种说法 要这个当时又吹动这个Brasid的一个 Bloody Nusance 麻烦人物 这种说法是可以这样说的 但无论如何 这个Nigel Farage 连续选八次 终于 以46%的选票 成功当选 海滨的地区 Claton-on-Sea的议员 入主国会 决心要成为 令国会头痛的人物等等的事情 他做得60岁 出生当地的商人 99年起 担任了英国 欧盟议员MEP 直至到英国脱欧 任内大力鼓吹脱欧 反对欧洲国家整合 并且大力批评保守党无能 这个完全是一个明白 当时的Brasid Party 现在名叫Brasid Party 真的要回归到一个 reform的地方 但reform 这个国家运动 是代表什么呢 事实上要 你未来看 究竟有什么转变了 OK 我们今天报道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再加一节 去讲关于这个47人案 九龙东的一系列的人 的求情的情况 我们要关注香港 记得我做节目的初冲 希望大家继续收睹收睹频道 我们下一节再见